碧姬公主終於降臨香港了 第一站就是沙田新城市廣場 碧姬公主表演時刻隆重開幕展 不但提供試玩之餘都可以合照 又有贈品送 至於我都獲得不少戰利品 讓大家大開眼界吧 有關為你遊戲機的資訊 YM2CHK會一直帶給你 如果這次活動可以令你帶來更多的滿足和歡樂的話 看完這條影片才讚好留言、分享訂閱和按鈴鐺 課金或加入成為狂迷都無人歡迎 多謝 主表演時刻的文件夾一共兩款 甜餅絲版和功夫版 實用得來又色彩繽紛 前者就在HOME SQUARE換領 後者就在新城市廣場一期換回來 想換甜餅絲 file 由沙田站步行到HOME SQUARE大約4分鐘 由沙田站的AB出口 一路轉左再轉右 然後直行就是了 首先在地下的客服中心 去拿台印紙 然後搭NAP到HOME SQUARE的電梯大堂 吸引 當然要把印章吸在正確的位置 然後搭NAP上八樓 一開門就看到另一個吸引的地方 吸齊兩個印章之後 就可以去附近禮品換令署拿取 file 是不是很容易呢 對呀 順便和指板碧基一起拍照留念 你看看他多有型 至於功夫的 file 就不容易去換 一來經常都換完 二來吸引的地方是較為分散的 首先你要在一期東翼一樓的會場裡 去拿確印紙 即是以前八百半那裡 然後就去西翼地庫的play park 吸引第一個印章 西翼,步行到另一邊就是了 對呀 吸引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地庫的二樓 即是以前UA和新基地的那裡 然後就去下一站 他在第三期那裡 只要在三樓的電梯口 一旗三樓電梯口 一路向右走就可以了 全程只需要五分鐘左右 下一個check point 就是在第三期的三樓 天天海南雞飯附近 來吸引打卡先 至於最後一個印章 向下二樓就可以了 搭完電梯去一填之後 向後轉彎 看下 這裡不是是先前未來帶牌檔的位置嗎 指板碧基就在那裡等著你 吸完所有印章之後 再回去攤位的禮品換令署 好耶 終於拿到功夫文件夾了 這個file 我建議你去12點左右的時間去換 會比較好些 如果不是的話 我這麼快就換完了 來到會場 自然是時候去交屋 今次我買了手提袋和手掣 為甚麼呢 手後自有分曉 除了會場 可以讓你去試玩 飲天堂的最新作 碧基公主表現時刻 還可以讓你購買大量的特色周邊設備 以及提供打卡的地方 讓你拍照留念 其實這個地方 早前有舉辦過Mars of Day活動 作為慶祝瑪利歐之日 先前的主題產品同樣有售 就像砌圖、LEGO等等 現在還提供碧基作為主題的產品 作為售賣 例如主機的手提袋 Switch的手掣 主機的外殼 賽車模型 Switch的卡帶收藏盒 我收藏上那個 其實是Nintendo Switch 碧基公主版高級無線手掣 不但有碧基的專屬圖案 皇冠圖案 配色柔和和有簡潔的構圖 當然不少得它的模樣 藍色的十字掣 十分之搶眼亮麗 連外殼也是 玩起來的感覺 跟Switch Pro的手掣都很相似 其實後面還有AGL、AGR和Program掣 可以讓你們同樣具備指令掣的功用 操作起來更加靈活 最重要的是 電池一早已經充好電 只要和主機連接就可以玩到 十分之方便 原來 只要用電源USB線充滿電後 電力可以維持高達30個小時 超強的 這個名符其實Switch的手掣 其實只會對應 Nintendo Switch系列的主機 看來不要支援其他機種的樣子 那就有點可惜了 對呀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向漢科代理聯絡 原來他們除了電腦設備之外 他們這方面都要經手 至於主機套 拿在皇冠標誌的蓋子 就可以將主機放進去 不過要小心Switch主機左右搖桿 學會 這個袋是沒有拉鍊 不是蜜蜂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我會放一部迷你遊戲機進去 咦?主機有少少闊 放在上來有少少勉強 差點找不到 指定的日子 就是碧姬公主見面會 碧姬人偶會和大家見面 一起合照 合照完之後 會留下即景即有 作為精美的相關 有機會送你一張貼紙 下午3點至5點 就是和她合照的時間 分為四字的會日 難得有機會和碧姬公主人偶一起合照 大家記得趁早排隊 因為人龍也蠻長的 唯一次的名顏只有20個 如果押會的話 就只有下一輪圍入去 當然不少得穿著公主裙的女生 和她一起合照 這些才算是公主的成言 竟然不少得戴上海比 即是Odyssey的頂舞那個 似乎她是Mario的粉絲 如果你在會場裡賣碧姬公主的遊戲 是有機會獲得閃亮亮迷你袋 作為特典 此外在會場拍照打卡 並上載到社交回體 再加上碧姬公主給一件時刻的 hashtag 是有機會獲得鎖匙購的 其實還有更多的特典 有興趣的話過來玩一下 除了去年的Nintendo Direct之外 任天堂近年來都開始舉辦 期間限定的主題攤位 除了K11之外 都會選擇地點在新城市廣場 這個廣場是位於沙田市中心 交通方便 一連三市的活動都在此舉行 包括今次的迫姬公主隆重開幕 這是與經典遊戲人物親近的良好時機 打卡合照的人士自然不少 包括盛中拍照的小朋友 看作難忘的回憶 此外也不少追求生活品味的顧客 去買玩偶陪伴 至於我 主要是針對周邊的產品 追求美觀和實用 作為Switch的長期用家 自然需要高質的手掣和file 傳放稿件 既然官方大力推廣自家的作品 玩家自然要把握機會 去享受當中的氣氛 不知道你對迫姬公主開幕展有什麼感想呢? 你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你可以落在其中的話 是時候讚好留言 分享訂閱和按鐘仔 都歡迎你課金和加入成為狂迷 活動快結束了 好好享受下餘下的日子 好